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話說這節有單非常突發的消息要和大家分享 根據台灣媒體的報導所說 昨天下午5時40分 有一架美軍屬下的C-37行政專機 在台北松山機場降落 到底機上載著的是什麼重要官員 先頭台灣的媒體全部都放在烏龍 誤傳機上載著的是美國中情局CIA局長 沒多久台灣外交部官員就出面否認 他們說機上載著的根本不是什麼CIA局長 因為CIA局長就沒有到訪台灣的安排 相關的報導純屬是不實的傳言 而基於台美關係友好 如果美國方面是有重要的內閣級官員訪問台灣 台灣將會是以發布新聞稿的方式來表達歡迎 他這個說法其實都真是內人尋味 因為後來台灣的媒體終於發現 原來這次到訪台灣的 就是美國海軍的印太情報總指揮官史達曼 故此這一位又不屬於內閣級官員 但是在軍事上來說他也是屬於一位高官 尤其是在情報界方面 這位史達曼總指揮官 他到底有什麼來頭呢 原來他曾經在多手的航空母艦上擔任過情報主管 並且曾經在這個夏威夷的聯合情報作戰中心 太平洋司令部的研究組 是做過負責人 此外又在海軍情報局的中國組做過高級情報官 還有就是在美國艦隊司令部 做過首長小組主任等等的職位 可見他的履歷都非常之深 至於現在他所效力的美軍印太司令部 就是美軍最早成立的聯合作戰司令部 也是目前 所有美軍聯合作戰司令部當中 規模最大的一個 管轄的人數有30萬 佔了美國現役軍人總數的兩成之多 所以這位史達曼總指揮官絕對是美軍裏面一個 舉足輕重的人物 不是一些細矮的官員 這次美國派遣這位高級軍官 史達曼總指揮官到訪台灣 其實就是相當之具有標誌性 為什麼呢 因為在過去一兩年以來 凡親以官式身份到訪台灣 那些高級官員 全部都是民官 就算說將會在12月初到訪台灣的 美國環保署長惠勒 都是民官 軍官就相當之鮮見 還有一件事 這次美國作出這個舉動 就等同於無視了 大陸過去這半年以來 所作出的多次警告 大陸方面經常說什麼 就要求美國的高官 不要以官方的身份 到訪台灣 第二就是要求 美國和台灣之間 不要進行軍事上的合作和交流 現在就是兩樣都踩上了 大陸方面對於這件事有什麼回應 暫時就未見得到有 因為這件事本身都太過突發 但是有一篇環球時報社評 是值得來參考的 這篇社評什麼時候寫的 就是今年的8月尾 當時 有一架 美國的軍機 EP3E 疑似在台灣本島那裡起飛出發 於是引來大陸方面的激烈反感 當時 《環球時報》 的社評寫到 如果台灣和美方 已經做出了 美國軍機在台灣起降的安排 這個就是非常嚴重的事件 已經踩到 大陸維護國家安全統一的紅線 如果大陸掌握了確鑿證據 就可以摧毀相關機場 和降落在這個機場的美國軍機 台海戰爭 將會就此打響 中方警告 蔡英文當局和華盛頓 不要玩火 大陸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意志 是十分堅定的 這篇就是《環球時報》的社評 所以就真的很想請教一下 這個《環球時報》的老總胡錫進 究竟 在昨天下午5點多鐘 降落在台灣松山機場的 C-37行政專機 是應該視之為軍機好 還是民航機好 雖然這架飛機 照計不具備攻擊能力 但是 它也是美軍屬下 究竟如何來判別呢 真是要胡錫進親自出來解話 我也很期待 究竟他會說什麼 還是假裝看不到算 因為他說得那麼大仁大義 是不是 美國方面 擺明是無視大陸方面的警告 其實環時的社評 或者是外交部的批評 就不只是一篇半篇 過去這半年以來 大家都聽不少 現在這位史達曼總指揮官秘密訪台三日 究竟他是要在台灣部署什麼呢 是不是跟最近 中共的軍機 頻繁地 在台灣附近的空域出沒 有關呢 台灣的國防部長 嚴德法 最近 兩度公開提及 說推測 中共 將會在台灣的西南空域邊緣 劃切南海防空識別區 到底 是不是跟這件事有關呢 當然 現在就沒有很具體的資料 可以了解得到 他這三天的行程 只不過 從他訪台這個行為本身 就可以反映得到 其實特朗普政府 他們就想用盡 第一屆任期的餘下 這兩個月的時間 去加強美國和台灣之間的關係 無論在軍事上 還是經貿合作上 都是全速來推進的 我相信特朗普政府 就是做好了兩手準備 無論下一屆的美國總統 是由哪一個人來做都好 他現在這兩個月所做的事 就是要奠定了未來那幾年 美台關係的基礎 就是要按照目前現在所制定的方向 去行進 就算是拜登上台做總統都好 他都很難來扭轉或者改變得到 比如說在軍事上 美國政府和台灣政府 就在兩個禮拜之前 簽署了一項新的軍售協議 這項協議總值 1.07億美元 裡面就規定了 是美國政府將會在未來九年 無間斷地向台灣海軍各種的艦艇供應彈藥 包括了海軍的艦炮 艦載的方陣近距離武器系統等等 一共是涵蓋了十九項武器所需的彈藥 可見特朗普政府 他們早就已經做好準備了 說你拜登也好 誰上台也好 總之一簽就簽夠九年 如果是由拜登上台之後 他反口的話 就變成失信於世界 因為這個就是有所謂的 合約精神在 其實就算是法國在九一年 和台灣所簽訂的軍售合約 到現在都還在履行當中 就算大陸方面如何抗議 反對也好 都不會貿貿然取消 另外特朗普政府 安排了 環保署長惠勒 在12月初到訪台灣 訪問的主題就是海洋保護 空氣品質 和兒童健康 這些就叫做 巷裝武劍 自在配工 談什麼就不要緊 總之就是要對著一個 美國的高級官員到訪台灣 無非就是使美台之間的官式訪問 和官方的合作交流 是恆常化 好了 還有一件事就是 就是推動美台之間的經貿合作 實情在前日 即是20號的時候 美台的首屆 經濟繁榮伙伴對話 就是結束了 馮佩奧就說到 美台雙方都是捍衛自由 推進經濟連結 和促進共享民主價值的 強健夥伴 這一趟的經濟繁榮伙伴對話 將會進一步強化得到美台的經貿關係 之前都已經有消息傳出過 就說美國方面 想和台灣簽訂一些 經貿合作協議 當然來到這個大選之後 暫時 就未曾有一個具體的方案出到來 但是在這次的對話當中 美台之間 簽署了一份有效期為5年的 合作諒解備忘錄 裏面就提到 說要將美台的經濟對話恆常化 亦都是達成了共識 要強化美台之間的科學合作 起碼來說 都是奠定了一個好的基礎 如果是特朗普連任的話 可以預見 美台的關係就會更上一層樓 如果由拜登做又怎樣 當然啦 這份叫做 合作諒解備忘錄 就沒有約束力 如果拜登真的要不去執行的時候 其實也是催不去的 但是總的來說 特朗普和蓬佩奧 已經用盡他們的方法 在他們第一屆任期的 餘下這兩個月 去確保美台關係 不會因為下一屆美國總統是哪一個做 而有所影響 在這方面 他們兩位都已經盡力了 好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